第34届行政院文化奖隆重举行颁奖典礼 本届获奖者为汉宝德先生、于光宗先生以及齐邦元女士 三位文化前辈因卓越的文化成就而获奖 行政院长毛治国、文化部长洪孟起亲自出席 为得奖者至上最高敬意 齐邦元老师81岁开始写作《拘留盒》 以温暖的笔触写下《战乱流离大时代》的故事 我写了这本书是为了我的父母 为了我的家人 我的妹妹在这里 我的孩子在这里 我希望的是大家和我同一个时代的 比我早一点的 在这个抗战中死掉的 受苦的、逃难的、流于失所的 都因为我这本书能够活下来 余光宗老师以右手写诗 左手写散文著称 诗作散文作品广为流传 刻印在台湾每个小孩的心里 文化包含文学艺术等等在里面 但科学不到的地方 其实科学的最高境界也是文化 所以要对一个文化奖 我一生得过很多文学奖 不过今天是仅有一次的文学奖 很不容易 已故建筑师汉堡德先生 将人文结合设计 文化风范令人感念 父亲临终前的一个月 曾经跟我提到 他说他自身很遗憾地 没有把美学这份工作完成 当时我提醒他 既然提高大众培养美的生活 美与就是要大众一起跳起的责任 而不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责任 我不安慰他 幸亏他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可以跳起这个担子 他也不用担心了 行政院文化奖为 国家最高文化荣誉 每届得奖人都在台湾文化的 维护及保存上 扮演关键性的地位 更是台湾文化国力最佳的展现 文化部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